县长以及夫人陈林彦在县府原住民行政处研制光培同下前往了铁花路 而且在这一次活动策展人李玉莹的带领解说下了解了艺术家的创作 也逐一的未免艺术家以及赠送今年的南岛文化节纪念书包 李玉莹小姐向县长表示 创作营从19号到26号止进行8天创作 而21号起到25号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铁花村也举办了创作论坛 可以看到我们也希望 因为大家一定有觉得很好奇对我们这十位 为什么我们会邀请这十位创作者感到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 博客下午的讲座里面 然后呈现让艺术家来 透过介绍他自己过去的作品 介绍他自己 然后也希望他们也分享 就是说在这一次参与这个计划 这个创作的计划里面 他们所感觉到看到的想要的 这是很简单的是什么 可以看到这种美丽的报道 他一直在看到这么美丽的报道 然后来到台东呢 大家来这个 这个艺术文化节呢 把这些艺术家找完 然后对大家招待这么 这么满的招待 满满的招待 每一场安排一位国外艺术家 而一位国内艺术家 与民众分享南岛文化经验 以及创作之美 我们办南岛文化节是把这个铁花路 这一段把它封接了 然后整个这个区块啊 做我们这个南岛的文创产品的这个摊位 以及在铁花村这边的表演活动 还有我们木雕 所有的木雕师傅 他们创作的地方 这次南岛文化节 虽然直到28号 那就您个人认为 你觉得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或是它是什么样的精神 其实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不只是半集 对 我一直在强调 南岛文化节 不应该只是一个活动 也不应该只是几个音乐会 让大家很开心 热闹过去了 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那所以我这次特别安排了 部落旅游的这个部分 部落旅游 让一个部落能够有能力来接待 游客观光客 它凭什么 它就是要能够把 它的部落的人 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来 把部落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那个好的部分 其实就是文化 那它很可能呈现在 它的生活的形态 很可能呈现在它的美食 或者很可能呈现在 它怎么样对自然 对土地的尊重 那些东西 让游客去感受到 县长也在参观后指出 南岛文化节 就是希望在办理十年之后 可以有一个转型 希望将台东以及世界 南岛与族地区 以及国家做一个串联 成为名副其实 南岛的原乡 也让台东本地的 和艺术家音乐创作者 以及国内外进行交流 深入部落体验 来提升原住民的 经济跟潜力 也欢迎全国乡亲 以及地方民众 要踊跃的到铁花路来参观 以上新闻记者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